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摘我的盆摘脆皮金菊还有脆米金菊 大家看 结得满满当当的 编摘的过程中再给大家讲讲一些关于脆皮和脆蜜风产的方法 脆蜜金菊大的有鸡蛋那么大 不管是脆皮金菊还是脆蜜金菊 它的单颗自花受盆率都不好 最好去搭配其他的金菊给它交叉受盆 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一颗脆皮金菊 一颗脆米金菊这样交叉的去种植 相互之间的瘦粉可以提高它的结实率 第二就是秋肥一定要给足 秋肥给足了第二年它才有不够的营养去供给它的开花结果 秋肥跟其他食物一样的 我们首先要给足有机肥 有机肥我们可以用完全腐蜀发酵的养分 把生酷菜吃饼之类的给它边缘浅满一下 或者对水浇灌也可以 就是少不了的 复合肥我们可以用一些硫酸钾复合肥 或者其他的三元复合肥都可以 开通的时候我们要做好一系列的管理 才能让它顺利的开花 让果子结得住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对它的新烧进行一定的粘心处理 因为大部分的金菊它的第一个花期出来的花和它的杆子和叶子 蒙花时间是差不多一致的 这个时候呢它的新烧的生长会跟你的植株的开花结果相互的挤占 我们主要呢保证它的第一批果子和第二批果子能结得住 我们要对它进行粘烧 这样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定的环割处理 用环割刀或者其他的把它的形成层给它割破 阻止它的有机质的营养回流 也可以让它的果子结得住结得老 你看这颗就是我用的常规的方法 没有上科技的 这颗是脆密金菊 它果子一样可以结得住 这个时候呢及时的去补充一些肥料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这个时候给的肥料呢 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不要去给太长效的肥 我们一般以水溶的短效的树溶肥为主 然后配合着少量的微量元素肥 还有一些零酸二氢甲高的硬肥 每隔15到20天去充施一次 那这样整个阶段它的花朵都会开放得很有力 果子相对的也会结得住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比如说有些小伙伴给自己的盆栽的金菊 给它太大的盆 然后造成了它的营养生长 这样的话它也会结不住 所以如果你想每年都能吃得到果子 那可以一下子不要给太大的盆 慢慢慢慢的给它换大盆 这样果子就能吃得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